美国总统拜登9月21日在联合国大会演说时,罕见提及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仍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不寻求与中国对抗或冷战。 他表示,美国会继续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而奋战,美国追求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遵循数十年来有助避免冲突的一中政策,并持续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拜登提到美中竞争时说,当美国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时,会持续扮演理性的领导者,不寻求冲突和冷战,也不会要求任何国家在美国或其他伙伴之间选边站。 9月21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加息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00%至3.25%之间,符合市场预期。 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五次加息,也是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创自1981年以来的最大密集加息幅度。 市场预计美联储本轮加息利率峰值为4.5%。 今年3月以来,为应对油价、食品价格和其他生活成本的全面飙升,美联储已5次加息,加息幅度累计达300个基点,但美国通胀水平仍未出现明显下降。 9月20日上午,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派出专机,将数十名非法移民送到拜登老家特拉华州。 特拉华州的州长发言人证实,他们已经收到报告,并表示团队正在与社区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 以确保抵达这里的移民得到他们需要的支持。 正在与联邦官员协调,并准备在这些家庭寻求庇护申请时,有条不紊地欢迎他们。 最新数据显示,在拜登第二个财年的前11个月,有超过22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创造了历史上的新记录。 另据彭摩社报道,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因将大批移民空运至马沙葡萄园岛而被起诉, 移民们自称是被免费快餐券以及就业和住房的承诺所欺骗而前往那里的。 诉讼是由美洲联盟提出的,这是一个帮助移民的组织。 一天前,德州的一位警长说,他已经对引诱和运送本州移民到马沙葡萄园岛的人展开了刑事调查。 近日,TikTok又出现令人震惊的挑战,用Nikrel感冒糖浆来腌制和烹饪肌肉。 FDA紧急发出警告,感冒糖浆的成分为兑乙鲜、氨积分等,过量食用会导致抽搐、心剂、高烧、脑损伤甚至死亡。 这种违反常理的挑战,只要是正常的成年人都不会相信,但是在青少年眼里则成为了一种时尚的炫耀。 FDA警告父母,要格外警惕您的青少年孩子是否参与这种危险的挑战。 因为这种感冒糖浆不是处方药,在超市和药房可以随便买得到,很多家庭都有备用。 根据FDA的建议,父母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将非处方药和处方药存放在儿童无法接触到的安全难以接近的地方。 与孩子们讨论滥用药物的威胁,尤其是那些由社交媒体引发的威胁,仅按照指示使用药物。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1日宣布局部动员令,征召预备一公民入伍,征兵将影响30万人。 但据俄罗斯国防部称,全国总共可以动员出2500万俄罗斯人参军。 普京表示,西方的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孤立俄罗斯并最终毁灭俄罗斯。 另据谷歌趋势,自普京的电视讲话录音开始播出以来,俄罗斯对机票和飞机的搜索增加了一倍多,而搜索离开俄罗斯在今早比平时多出100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